整棟大樓往下陷 一樓瞬間消失 機台建設建案損零 供二十五戶塌陷 被迫拆除 二十二號臺北地檢署 搜索並約談相關人員 檢察官復訊後 二十三號凌晨 以偽造文書罪嫌 御令負責監造的建築師 王德昇六十萬元交保 面對記者提問 王德昇沒有回答 多次使用法警士電話 聯繫親友 才在清晨五點多完成交保 另外機台專案 副理邱成宏 被一公共危險罪嫌 二十五萬元交保 前面真的有沒有話要說啊 有沒有話要說啊 等一下我們說明一下 而服役營造工地主任 張博翔 則是十萬元交保 其餘三名證人請回 機台大職建案損零 所幸住戶沒人傷亡 但面對家園慘況 只希望類似情形 別再發生